在網路上流傳了一張傳說對決的新造型的重刺 你覺得這一個是哪一位英雄呢 究竟是重製版的薩尼還是薩尼的全新造型呢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HA大家好 傳說對決在2019年做了最大的改動 明天就是一個全新的改版 傳說對決要適應另一種打法了 在網路上呢 傳說對決體驗服裡面 也有不少的風暴揭露 不少的英雄即將重製以及全新的造型又要出了 你們的荷包軍可能等等又要不保了 不過各位不用擔心 過年的令紅包就是你可以把這個荷包軍養肥的時候 好了 很多人之前問我說 到底薩尼跟拉茲互撞誰會贏 很明顯的就是薩尼贏 那我的天啊 差點如果撞輸他的話 我還叫傳說對決第一的衝撞人嗎 等等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遊戲才過了 一分鐘我們的魔龍路塔就已經被爆掉 這個究竟是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喔對了 如果你聽到我的背景音樂 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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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請大家不要建議 因為貓咪在後面有玩一些 痾 可能是貓玩具之類的玩具 好了 那這時候 BBC消消消消使用 BBC衝動 這個BBC飛天亭 加油啊 蘇雖然魔龍路掉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有機會可以打回來 永遠不要放棄任何比賽 完蛋 刀鋒過來 刀鋒 欸 我覺得好奇怪喔 刀鋒寶貝剛剛 明明就離蘇很近 可是她的大絕距刷到我的身上來 她是不是設定成什麼東西了 最近目標也不對 血量最低目標也不對 怎麼會順到我上面 真的是好奇怪喔 可能是 嗯 這就是告訴我們 千萬不要太依賴 藍人施法常常會造成這種結果 如果剛剛她的隊友 沒有從上面包上來的話呢 那個蘇就有機會可以跑掉 這個諾可西 威米也太霸道了 我們完全沒有人可以阻止這個 諾可西來入侵我們的野區 她就帶著她的屁屁火靈 哇 我們完全就是被入侵爆欸 諾可西直接繞過了一塔 直接來後面農 然後上路也瞬間被拆爆 現在人頭 就算我們已經贏了一顆 我覺得還是非常巨大的落後 首先他們又要打掉第一場魔龍了 而且 為什麼莫名其妙的人頭術 都集中在我身上呢 難道這一場有靠 BBCC的薩尼 來著救世界了嗎 好 這個時候我現在這個草叢幫隊友 探一個草 我來看一下 怎麼回事 我們的那一名 蘇隊友 只要一按集合 就直接被秒殺 難道蘇推滅的蘇有神射眼嗎 怎麼 而且他是在我面前 子彈從我的地圖上飛過去 我們的蘇 就已經死掉了 哇 有時候同隊跟敵隊 都有一隻蘇的時候 你就會有種想法 那一邊的蘇打出巨大的優勢 那一邊就贏定了 我通常都是這樣想的 現在我們又有更可怕的是 喔 我們中路把拉茲給擊殺掉 之後諾可西又壞壞了 但是 我是一個薩尼 我真的是 完全沒辦法 拿這個諾可西做什麼 好 來吧加油 我們把這個諾可西試著擊殺看看 我們兩個傷害量完全不夠 而且對面 這一個是怎麼回事 他又叫我們集合 集合完之後 自己走過去投環送貓 他就像是 小鋼豬一樣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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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跑進洞裡面 我這樣的形容 有沒有夠貼切 我們蘇真的超級 Jonathan 前期 直接被擊殺 魔龍路瞬間 莫名其妙的 又直接掉 兩次的集合 又被擊殺 他可能今年 犯太歲 他可能要去拜拜一下 好了 公程車加入了戰場 在明天的改版之中 魔龍路又有一隻 全新的金錢士兵加入戰場 看起來很大一隻 實際上他是可以讓你 荷包賺寶寶的 荷包軍肥大養成計畫的配角之一 在明天的改版 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期待 嗯 這個時候 我究竟該怎麼辦 我現在要試著 我覺得 我們可以試著把那個諾可希 稍微壓制一下 可是也沒辦法 因為他們現在全部都在推現 而我的刀包寶貝直接衝了上去 喔 嚇我一跳 我想說他大絕直接順著上去 要變成衝把桶第一名 到底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蘇在那邊放了一個陷阱蛋糕之後 竟然不後退 然後然後然後 他就死掉了 就是這麼簡單 完全是一個超級大弱勢 6比8在人頭看起來是沒有很大的弱勢 但是 但是 我覺得他們的射手好像發育得非常完美 我選擇了一個遊走位 而對面的哥德爾 前期選擇把我們的魔龍路給定爆 還真的就給定爆了 不會吧 他該不會想用龜派氣功炮來搶我們 只有一個藍buff千萬不要 加油啊 蘇你可以的 感覺他的狙擊也打得 似乎是不太準 好了 我覺得這場我們要依賴的就只有一個人 就是 撿到兩顆頭的BBCC 真的是撿得莫名其妙 衝過去砍一刀撿到了 還有就是跟拉茲互撞 又撿到了一顆頭 喔 拉茲在跟隨機上 很刺激 我們的蘇又被剛才撲撲伸展 喔就是 插了這麼臨門的一腳 太可惜了 哎呀 怎麼會這樣子 都要唱起周杰倫的歌 對面的拉茲劍還不回補 再用波動拳不斷的向我挑戰 而哥德爾又過來閃躲一個鼻屎炮之後 對 我都覺得那個長得很像鼻屎 補下鼻屎就是長得跟 哥德爾的大炮一樣 又大顆又帥氣又暈眩 聞到就暈眩了 我們 嗯 好吧 我們就把這波兵線 推一直兵過去 我也沒辦法推線 因為我的清兵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我又不像安奈特一樣 還可以利用一技能把兵給洗過去 蘇開了一個向後噴射屁之後呢 刀鋒寶貝衝了上來 而哥德爾開了一個大絕招 圖倫被定了 不要不要刀鋒寶貝 直接又沒撿到頭 又是一個極限逃跑 就差這麼一點點 真的是太可惜了 他們似乎想要包圍我們 看我們兩個殘血護居之後呢 對面的 拉茲要衝了上來 噗噗神推 再度把對面的拉茲給衝爆 這場噗噗神推 收到了3 哈哈哈哈 這場噗噗神推 我才想講3 然後走過去不小心 我的攻擊力已經 這麼低了 砍了這一刀就這樣被我撿走了 我真的是 該跟隊友說聲抱歉 還是我真的就是 天生的剪刀高手呢 哇 希望有個石頭朗博來幫我克一下 這是一個笑話 諾可惜太肥了 我們完全沒辦法阻止他登機 一個巨大的落差 噗 這場究竟該怎麼辦呢 他是020沒錯 不過他的經濟發育非常大 非常的肥 諾可惜已經吃成肥婆了 我們還是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現在究竟該怎麼辦呢 加油啊各位 千萬不要放棄 感覺我們現在想要 全部人一起集火 掉一隻諾可惜 都非常困難 難道這就是 該版前最悲劇的一場嗎 我的天啊各位 救救我把力量全部給我 在下面留言 BBCC溜起來 好不好各位 你只要在下面留言 BBCC溜起來 你今年的紅包 絕對會突破2000 2000好像有點 不可能吧 應該 只要收到一包紅包 應該就差不多 或是兩包三包 這個數字 是一個非常神秘的數字 在昨天的留言裡 BBCC說 只要幫我一片 按讚的紅包 當然突破6000塊 有人說 突破6000塊又沒用 還不是被存起來 真的被存起來 因為那是你未來的讀書基金 說這個幹什麼 我們又來囉 最近快要到新年了 到了新年要做什麼 就是過新年 買新衣 有沒有 百貨公司又要即將來個 新年特價了 又要開始買衣服了 而我們不需要 買衣服一個大刀 站下去 刀鋒寶貝 再度 極限 逃跑 為什麼每一次 他都能極限逃跑 一下治癒之後 我們打一個 諾可西 完全沒辦法 他再我們來回穿梭 就像潤滑油一樣 潤來潤去 就像沐浴乳 洗髮精 洗臉盆 洗 洗身體的 洗頭髮的 還有洗面乳一樣 他就直接溜進去 然後又 欸 欸 欸 又直接溜出來 真的是 You夠傻眼的 好了 這個時候 艾里在跟諾可西 兩個人在玩 冬天的滑冰大賽 可是被諾可西 一個強暴 包得不要不要的 喔 最近台灣發生一個 超可怕的新聞 就是 肉圓罷 家暴的新聞 大家有沒有看到 哇 真的超級可憐的 雖然呢 我覺得我小時候 也是有這樣被我爸 毒打 不過那時候好像 似乎不怎麼流行 手機不然喔 嘿嘿 爸爸你真的是慘了 開玩笑的 現在因為 應該說是 智慧型手機發達的關係 現在 你真的走在路上 你隨便放個屁殺 朋友可能都會上爆料公司了 感覺現在的時代 走在路上非常危險 而且我覺得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像Bubu恰恰 小時候是一個很 調皮的小孩子 像我們的 呃 國中都會惡作劇 國小都會惡作劇 我看以前真的被 台片上傳到網路 我看我的學業 也就因此 好啦 雖然我也不是很會讀書 不過我真的覺得 現在身在一個 到處都是監視器的時代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 擔心啊 尤其是 如果你是跟Bubu恰恰一樣 喜歡惡作劇的小孩 那你真的要小心了 完蛋的刀鋒 刷了一個完蛋了 全部都啟動起來 我吃了很多招 但是我沒有足夠的傷害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的蘇現在 到底合了什麼裝備 改版前史上最悲劇的一場 看完眼淚都流下來了 加油啊各位 Bubu恰恰這場賣力的演出 一個402 雖然薩尼撿到頭 好像沒辦法做什麼 我覺得薩尼很悲劇 就算 你在中間 不小心怎麼撿到頭 都沒辦法挽回 假如你是玩 玩 嗯 別的輔助的話 我覺得很有機會 尤其是那個大潑潑姐姐 風之女郎 你只要你的一技能傷害起來 之後你真的是 無限洗兵洗的 對方不要不要 好了 那Bubu恰恰就直接 被擊殺掉了 完全沒有辦法 嗯 蘇打了一個撤退 為什麼我們的蘇 出完龍骨劍之後 是出 死神之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難怪我想說為什麼 我們 完全沒辦法打動任何人 完全沒有傷害 就算怕被秒殺 前面被秒殺 也不易 這個樣子 攻速斜龍骨劍 再接一個死神之連 然後最後這個是 要出什麼 王者之劍嗎 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完全沒有傷害 我們這場真的 無力歸天了 好吧 加油吧 在最後的希望裡面 我們就打出我們 完美的五台落幕劇 我們連擊殺 我們五個人 擊火一個 哥德爾都擊不殺啊 怎麼回事 蘇尼這個時候出王者 已經拖到我們 第三件裝出 這樣真的 嗯湯真的是 嗯湯啊 真的是 混沌湯 蛤蟆湯 貢丸湯 西瓜湯 小玉西瓜湯 蘋果湯 都沒辦法救你了 好吧 這個時候 BB恰也就只能 眼睜睜的 看著敵方 追到我們的家裡 可以不要拆我們的塔嗎 爆我一條生物 那塔就直接爆掉了 好了 那今天的改版 前最悲劇的影片 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下喜歡 歡迎訂閱三件 菲尼克台的BB恰恰 我們明天見 掰掰囉 各位 哇 蘇開放直夠 真的是 太爽了 各位 哇 蘇還是我們團隊傷害很高的排名耶 可是 雖然他打了8萬5的傷害 哎呀 好吧 今天就到這邊了 掰掰